发动机舱一直不清洗 它会加速发动机舱里面的 各种线路的老化 它要造成短路的 中国车子网有个统计 2015年前的9个月 查明原因的18起车子的 自然自己烧起来了 16起是线路问题造成的 那我们平时洗车的时候 经常会忽略掉那个发动机舱的 其实发动机舱长时间不洗 这种灰尘 油垢的搞在里面 散热是会有影响的 线路也是会老化的 容易造成短路 那很多朋友一看 那个一个发动机里面 什么东西密密麻麻的 线 东西 我又不知道哪个干嘛的 会不会弄坏掉的 都不敢洗 也怕洗坏了 那今天做了个视频来分享一下 怎么清洗发动机舱 那清洗发动机舱的工具 就这么几样 毛巾 浇花的那个喷壶 保鲜膜 发动机舱外表的清洗剂 大小不同的刷子 那如果找不到小的刷子呢 牙刷也是可以的 那么除了发动机舱外表清洗剂 我后面都说清洗剂了 那么其他的东西 一般自己家里早早就找得到了 那这个清洗剂的话 网上面买的话价格也不是很贵 30多块钱好了 那首先呢 要等发动机舱冷却下来 再来洗 车子刚停下来的时候 发动机温度也有快100度的样子 洗的时候手不小心碰下 很容易被烫伤的 而且呢你这个时候用冷水冲 噗噗噗噗水蒸机都会出来的 对线路也有影响 本末倒置了 所以说呢最好等这个发动机降到常温了 再进行清洗 那洗之前呢 把发动机舱里面各种线路啊 接口的地方用保鲜膜包包好 进水有些是要短路的 虽然说呢这个发动机舱内部的线路啊 都是做过防水处理的 但是年份久 你这种线路 比如说稍微裂点开来了 或者说老化了 它防水性能是会降低的 一方万一还是都包上 也花不了太多时间啊 那如果你车子换过火花塞的 最好呢把这个点火线圈也包牢 因为换过火花塞之后啊 点火线圈附近有可能会有点松的啊 那水容易渗到这个火花塞里面 那什么发动机缺缸啊什么的不划算了啊 那么我们这台车子呢才开两年 没换过火花塞 所以呢也就没有包啊 那毛巾把发动机舱里面 每样东西都灰尘擦擦掉 一纸板支架凹槽里面的树叶 杂物等等的都轻轻玩 那就可以用心结剂了 用之前呢摇一摇 接着呢就可以喷在我们需要清洁的 各种部件的表面了啊 喷头呢最好是离要清洗的地方 大概20公分的样子 这样呢喷的比较均匀一点 头呢不要往前面抽的太近 避免这个清洗剂啊 溅到眼睛里面啊 不然的话要去医院或者用水冲了啊 那如果有些地方啊 那种油垢污測比较多 或者说比较难清干净的话呢 适当多喷一点 喷好之后呢让清洗剂啊 这么停在那边等个3到5分钟 把这些油垢脏东西溶解掉之后 然后再来啊 那我们这个视频里面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清洗剂明显就变黄了 说明这个油垢已经开始溶解了 那如果这种油垢啊 污測比较厚比较多 还是等等都是不行啊 刷子刷一刷 细小的地方就用牙刷刷啊 发动机舱内的那个缝隙比较多的 这个有可能需要一点耐心 不要漏掉啊 毕竟呢发动机舱 一年洗个一次就差不多了啊 那么最后用喷壶把发动机舱冲干净 这个喷壶不会像高压水枪冲击力那么强 它不容易把水溅到线路里面 或者其他不该去的地方啊 而且呢又可以把发动机舱缝隙里面的 这种污水给冲干净 那么冲干净之后呢 再用毛巾把洗过的地方都擦一遍 那顺便呢把机舱里面的这种积水也吸掉 最后呢把线路上面的保鲜膜全部拿掉 让这个机舱呢自然晾干 清洗就算是完成了啊 那么在晾干之后啊 往发动机舱上面喷一些这种线路保护剂 这个一般和清洗机搭在一块卖的也20多块钱啊 那个喷线路保护剂呢就像打蜡一样的 打蜡呢是给车漆套上一层保护膜 这个呢是等于说给线路套上一层保护膜 延缓这个线路老化的 那发动机清洗机舱呢看个视频 基本上也算是比较简单 自己来做的话 不光说是省下了这么一点点钱啊 不用去排队了 这个省下的时间和心情还是挺好的 而且外面的师傅今天心情好不好 状态行不行 你这个穿了制服的师傅是不实习生 我其实是不晓得的对不对 那类似的还有很多呢 那我们这个雨刮片坏掉了 一排队一付钱很难受 自己怎么换啊 车子里面那个空调滤芯自己怎么换 空气滤芯自己怎么换 我也许不在乎这么点钱 但我很不喜欢排队 看这些视频或许能帮上你 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备胎说车 直接回复关键词 自己来就可以了 我这个公众号呢 每天都会给你一段汽车 使用小干货 文字版 音频版 视频版都有 自己怎么换雨刮 自己怎么换空调滤 自己怎么换空气滤 自己怎么换遥控里面的小电池 都给你做成教学视频了 自己来不求人 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 回复关键词 自己来就可以了 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